Hello大家好 现在是瑞士时间的早上九点半 我有个东西想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 瑞士的早上 我终于来到了阿尔卑斯山的脚下 然后你看看那个地方 小时候读过很多那种童话故事的 对于仙境的描写 我觉得应该大概就长那个样子罢了 所以我现在应该就在仙境的旁边起床了 所以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好的 现在马上就要到出门的时间了 据说今天呢我要先早上进去巴塞尔 然后从这边到巴塞尔听说是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到巴塞尔以后我要去看巴塞尔表长 然后从早上看到下午的样子 我要看三个不同的站台 那没有去过巴塞尔表长 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巴塞尔表长是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对于首表的世界也非常好奇 想要探究 当然在看完表长以后 马不停蹄地进行大片的拍摄 然后其实我觉得瑞士拍大片太轻松了 因为随便拍都是风景 所以根本不需要看景 也不需要找什么光线什么 因为随便拍感觉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大片的拍摄应该不会太困难 然后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给大家看到 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我希望感谢啤酒哒 我的朋友们有什么事情 你怎么可以拍不穿我的艺音啊 我敢接受不了 我没有可以拍不穿我的 iniciativa 我希望都可以招不穿我的 Such a beautiful day 我希望你带到飞泽尔表长 我希望你带到飞尔表长 我希望中国配菜 我希望你带到飞尔表长 我希望你带到飞尔表长 看看今年的表展 然后听说他们给我了一个title叫一日电章 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 那现在是早上9点36分 我们现在在从卢塞尔移动到巴塞尔的路上 瑞士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看看现在的外面 就是这么好 所以希望等一下在会场的时候 能够看到更多更漂亮瑞士的风景 然后也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这次新的表款 有什么样的 现在10点35分 我已经来到巴塞尔沃了 它是一个环状的建筑物 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赞尔沃的业绩 想要吗 送给你们 今天最后一站 我们结束在了莱茵河上面 伴随着莱茵河的夕阳 今天的巴塞尔之行 短暂的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尔沃